好 再來帶您聚焦 新北兩歲南投恩恩冉疫之後 不至這個爭議是持續延燒 恩爸認為一九二二專線延誤轉送 新北市長侯友宜也質疑 中央聲稱的一九二二防疫專線 是疫情通報和諮詢服務中心 不具有公權力是根本說不過去 對此指揮官陳時中則表示 公權力有許多種一九二二不具公權力 指的是沒有指揮調度的能力 真的不知道 把一九二二到底能夠幫助我們忙 要中央講清楚新北市長侯友宜 為了恩恩事件再度向指揮中心喊話 九二二兩年多來 在所有的民眾的認知底下 就是防疫專線 突然你告訴民眾說 這個沒有公權力 就完全電路民眾的想法 連侯市長都不知道那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當然大家對於這種公權力的解釋 說法有很多種 但我們講的是說 是不是直接有指揮權 有調度權的意思 反批侯友宜不清楚公權力的定義 儘管指揮中心已經多次強調 一九二二不具調度能力 但是記者會上 國民黨拿出疾管署廣告 更緊咬衛福部新聞稿 聲稱一九二二專線 有相關因應作為和後送功能 痛批陳時中睜眼說瞎話 陳時中部長並不是國人 大家明知顧問 而是你部長睜眼說瞎話 你部長一而再再三挑戰過去兩年多 國人斷於疫情指揮中心的認知不是嗎 一九二二當然具有公權力 而且相關的事情 你既然政府花了這麼多資源 大打廣告 他就是要幫人民解決問題 國民黨一連幾天 周K記者會持續為新北禍豪 不過回過頭看NN事件 綠營議員也回酸新北 關鍵的一一九和衛生局橫向聯繫 遲遲拿不出通訊音黨 一一九跟衛生局橫向聯繫失敗 衛生局找不到人 沒有人在綱衛位上 造成81分鐘的這個NN 沒有辦法及時送醫 這是很大的錯誤 請侯市長還是要面對自己的過錯 要是否不要再掩飾 糾結在一九二二的公權力 NN案如今演變成藍綠政治攻防 也失去原先焦點 記得新北綜合報導 東 東 東 從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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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